明杰刚看到中国跟飞兵在南海 现在越来越冲突拉高 对这个中国公布的这个海警法 就是海警三号令 那在6月15号生效 那国际都在关注 这一个焦点 这中国海警可能在什么样地方 更进一步的入侵跟挑衅 那现在 那这个海警三号令主要 是如果这个中国海警认定 入侵中国海域的外国人 那可以用这个拘留审问的方式 那拘留60天以上 那这个部分当然 第一个影响到就是南海 最近这一个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海上的主权的冲突 那今天6月17号 马上在南海就传出说 在同样有一艘运捕到 这个仁爱礁的菲律宾的运捕船 已经跟中国海警发生碰撞 那外界都在瞩目 中国接下来会如何 来这一个对菲律宾 来这一个进行 这个等于说 这个挑衅的行为 那我们其实也在观察 有没有可能 这个海警三号令公布之后 那中国真的敢 特别是这一个菲律宾的运捕船 上面其实是有公务员 真的敢拘留 菲律宾不管是这些公务员 甚至渔民 那对于这一个海警三号令 其实这菲律宾近期 这个内部的抗疫声量非常的大 那第一个 有民调又显示说 73%的菲律宾人 对于这一个 中国海警的在南海的扩权 非常的不满 那要求这个 中国要这一个停止入侵的行为 那也支持菲律宾政府全面进行反制 那这个部分 这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其实日前已经抢到说 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中国这个海上扩权的行为 另外菲律宾的国防部长 也强调说 这是一个侵略 这一个菲律宾海上主权 那进一步挑衅的这个动作 菲律宾绝对会全力来维护 他的主权 同时这个菲律宾外交部 则开始打这个国际法的这个法律战 6月15号向联合国提出 就依照国际海洋法公约 那他们希望要主张 在这个菲律宾 特别是西巴拉旺海域这个地方 延伸大陆棚的这一个开发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大概简单讲一下 就基本上一个国家 如果往外走12海里是零海 那再往外是24海里 是所谓的这个临街区或毗邻区 那再往外有所谓可以主张 经济海域200海里 那大陆棚是在经济海域之外 跟大陆连结这个地方 基本上你可以主张 让你有开发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我们解读 应该就是针对 譬如说跟中国在这个黄烟岛 或者是南海的这个仁爱礁 这些地区有所谓主权正义的部分 那等于向联合国提出 这个法律上面的援助 那希望国际能够全力来支持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菲律宾不止军事上面 外交上面 其实动作都频频 那美国国务院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也有发言 针对中国扩权的这个行为 强调说中国这一个海警三号令 是中国的国内法 那不适用他国的这个专属经济海域 同时哦 那在公海同时也不扩及 整个公海哦 这悬挂其他这个他国旗帜的这个船舶 也就是菲律宾的这些 不管是只要挂 有这个菲律宾 国旗的这些公共船舶都不适用 所以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在扩张他海上的主权 那所以全面的拒绝 中国在南海这个主张 那更不要讲 连这个最近召开的G7 都触及到南海 那6月14号 这个G7 发表声明 共同谴责中国在南海 这一个危险入侵 侵犯的行为 那也反对中国在南海 军事化这些胁迫恫吓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 从菲律宾的国内 一直到这一个国际 全面在力挺 菲律宾在主张 南海上面他的权力 那也在立抗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的动作 那军事上面 其实菲律宾进行动作 非常的多 那我们先谈中国 在这个海警法生效之前 也外界看到说 他部署了一艘 号称全球最大吨位 1.2万吨满载的 5901海警船 那在进入到 黄岩岛附近的海域 已经在进行巡逻 那菲律宾当然也不甘示弱 最近其实除了 比如说出击美国 这一个5加4个 这个总共9个军事基地之外 最近他也开始 在美国其实先前 最大的这些海外基地 就是说苏比克湾 那开始在整舰 菲律宾自己要用的 这一个不管是机场跑道 或银舍 甚至未来还有弹药库 那本来这个是美国 过去海军航空站的 旧的这个基地 那他准备要进驻 自己采购的无人机 跟侦察机 那其实最近 美国的MQ-9 这一个死神无人机 已经进驻到菲律宾 出借给他的另外一个 叫巴萨空军基地 那这个部分其实基本上 比较面向接近黄岩岛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现在传出说 他在三秒里市省 这个省基本上 叫吕宋岛西侧的部分 其实也是面向南海 靠近黄岩岛 那有一个叫甘迪欧基基地 这个基地 准备已经开始在打造 未来要用于反舰飞弹的 这个基地 那这个部分 主要是因为先前 跟印度买了三套 这个布拉姆是参数反舰飞弹 要部署的一个重要据点 那更重要是说 他离黄岩岛只有250公里的距离 他射程其实有到300公里 等于涵盖整个黄岩岛 换句话说必要的时候 如果真的中飞在这个海域发生冲突 都不排除菲律宾 可能会动用这样反舰基地 直接去袭击中国海上的这个船舰 那除此之外 还有菲律宾其实也全面在开发 自己的这些装备 包含像他现在要打造 总共42艘这个叫快速的攻击艇 16艘高速的战术艇 虽然是小型舰艇 但主要为了要对付这个菲律宾 中国在南海其实用他过去 曾经部署在台海的这个动梁 两行的这个双船体的逆中快艇 那作为海上双方这一个防卫之用 那同时菲律宾也准备 跟日本在买5艘 这个大型的巡逻船舶 这比较特殊 他是跟日本借款 用日本的钱向日本买船 这很像二战的时候 英国跟美国买战机 用跟美国的借款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看得出来 美日或国际其实都全面在力挺 这菲律宾在南海维护主权的动作 避免这个中国在南海进一步的扩张 那当然整个南海 跟台海是联动的甚至到东海 那最近这个美国AIT处长 孙小雅即将卸任 那他这个卸任前一个记者会 中间特别谈到说 看到中国在南海东海 台海这些进一步的这个挑衅行为 他认为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波泰强调这个AIT的重要的这一个任务 核心就是强化这个台海的防卫能力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补充一点 那这几天这个金融时报 其实也还提及说 习近平去年2023年 曾经向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提及说 这个是美国怂恿中国攻台 他不会上钩 那这一席话 其实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谬论 那他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这一个 散播所谓的以美论 那主要也是要分化欧美在挺台湾上面一致的立场 那很重要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跟先前台湾大选的时候 那中国这个透过这网路战在台湾散播说 台海兵凶战围都是美国造成的 其实是如出一策 那这也是在合理化 这种侵略者 他总是有办法美化 他入侵别人借口 其实这跟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普丁入侵乌克兰 也不断的讲说 就是因为北约东扩造成 所以他不得不入侵乌克兰 同样的这个逻辑 那习近平的话能听吗 你看中国 他不断的在国际场合都说 中国爱好和平 那对照他所做的行为 就可以知道这一席话 所谓这一个 整个他为了攻台都是美国怂恿的 是不是能够相信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